大家好,我們從我們的門口走到主壇的位置 見到的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可能很多壇是直接上神仙的 對於我們這個萬法宗壇,也就是正一派的壇 在所有神仙前面一定會放一個法器架 因為我們的這個派別以符、以法來注稱 法是幫人祈福或者揚解,就會用到以下這些法器 我簡單地跟大家介紹一下 看到我在節目裡經常拿著天皇號令 每一次他動我們的法器之前,我們都會過一個香 以示對壇裡面所有物品的尊敬 這個就叫做天皇號令 在三界十方,在我們整個道教系統裡面 可以調動到這麼多天兵天將和掌管這麼多事情的人 是一位大帝的 這裡就寫了他的名字,這個叫做玉皇大帝 我們叫做天皇號令 這個是照所有的兵馬來用的 我們平時去召兵馬的時候做法事 就會拿著我們叫做經堂木 在這個道壇上敲一敲 然後舉高,向上面調動我們的兵馬 和天兵天將的力量 為我們的善信去揚解一些問題 這個就叫做天皇號令 這個黃色的就是我們叫做行刑考鬼 萬元碎,打邪面部,朱元碎 這個是一個考鬼棒來的 很多人身上可能會有一些不乾淨的能量 我們叫做陰邪的能量 所以有些東西去解釋 我們這個就是幫他去專門打的 我們看到在冥報,冥報就是地府的部門裏面 很多的判官 又或者是看到黑白無常都會拿著那個棒 其實就是我們這個考鬼棒 好,這個就是叫做天皇赤 天皇元碎,很多人在西律紀錄不解了 天皇就是朱八戒 不好意思,不是 它是我們的四勝之一 是一個很高的元碎 它是主管著整個天界的一個安全 所以千萬不要因為我們一些小說 去導致大家覺得天皇元碎 是一個很弱、很色的一個朱八戒 不是,這兩個東西是要區分開的 它是一個戰鬥力十足 而且是幫我們去做很多化解的大元碎 OK 完了之後就到了我們天師的這個銅毛劍 其實不叫做銅毛劍 我們叫做雌雄二劍 這把劍拿開了之後 它其實不是一個 可以這樣去驅軌的一個劍 我們的劍 因為我們平時行法是不需要用到這個銅毛劍的 是用劍指的 這個劍是將我們劍指的能量放大 它是延伸 所以你看到有些師傅拿劍是這樣拿 而不是這樣拿的時候 其實是錯的 任何劍是劍指的延伸 令到我們的劍氣更加強 如果我們足夠強的時候 是不需要用到這把劍的 用劍指就可以了 這個是幫我們去寫一些符咒 去幫別人在他身上去驅邪覆味的 就是殺鬼萬千的一把劍 我們叫做雌雄二劍 能斬天下一切邪魔妖怪 好,再到我們這個旗了 這個令旗其實就是我們平時 有時候去召集一些能量的時候 或者去給到信事的一些能量 我們可能用了手不夠能力的時候 就通過我們令旗去搖、去擺 去召喚一些能量 給他們有一個更加好的感應 和我們能夠通過令旗的作用 去發號、施靈 令到這個能量更好地注入給我們的善信 那麼這些就是我們的一些簡單的法器 有時候做開竿的時候要點燈 你平時在上面其實是掛著蠟燭 或者插著一些東西的 這個我們用開竿的法事 拜慘的法事那時候用的 這個就是即日宣官來的 即日上午的靈官每天都不同的 是互惠著整個壇的 那麼基本上那個法器架就是這樣用的了